哈囉,大家好,我是Ryan,Mr.NTd 今天要為FOKPoker的朋友帶來一個NL200Zoom三桌的實戰影片 我剛剛是在打一般的Session 想說有時間的話就先錄起來 這樣可能有機會可以錄到一些有趣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沒有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那可能就是我們等一下會有一些有意思的局面 OK,那我包13桌 然後右下角這一桌我就會放一些replayer 看可以討論一些東西 那左下角就是剛剛我沒有CBAT 我這個地方可以選擇做一個ValueBat 沒有CBAT Flop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娛樂型的玩家通常比較喜歡跟著 所以我的那個Back Door就沒有選擇做個CBAT 那River的KPACE當然很可以來ValueBat 右上角這個地方 左上角叫Table1 右上角Table2 左下角Table3 是一個Standard的Bat Bat for Protection 還有一點Value 那根據它的聯品Range 它剛才會跟著到區X、XX 부�stand BAT 還有所有的魅華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BAT跟熊貴是比較接近 但我覺得我個人比較喜歡Bat 因為一方面還是有Value 另外一方面是把你的比較弱的牌放在Bat的Bat 那這個人蠻passive的 所以我看看這個還是會steal這個牌 然後左下角Table 3他剛剛好像是rest 是這個big blind 那我對他沒有太多的re 那他蠻多時候都還會繼續second barrel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這個s high我覺得call跟fold也很接近 然後這次我選擇fold 那你可能會聽到我很多時候會講說 我覺得哪個動作跟哪個動作很接近 那代表說我覺得 在那個時候那個牌組剛好是介於兩個range之間的交會點 可能就會是call跟fold 或者call跟3bet跟什麼 就是剛好那個是兩者都可以 我覺得EV會很接近 那那個時候就看一些你有沒有特別的re 或是特別的數據或特別的fuel吧 OK這個地方我覺得是一個s bet 我選擇會選擇大size 在這個for這個位置對抗 然後這個地方我想我想我 它的shackle range裡面有些s high 那我領先說的s high 我領先一些foss draw 所以我領先check 我領先check 這邊是standard rest 然後在這個時候我的range裡面會有一些s high 有的時候我有一些s high check 有些s high bet 我的range裡面還有一些 嗯... 真的純粹的error 就是放棄的 OK 嗯... 這個地方我選擇做個s bet 那這個地方它的range裡面比較多的是 10或是miss draw 那它的10應該都不會蓋 miss draw應該都不會call 所以我這邊會選擇一個possized bet 而且... 我這邊... 嗯... Value就選擇這個 然後... 我的bluff可以放比較多 那我的Value bet也會比較賺錢 整體的... 整個策略的EV會變比較好 那... 右上角這邊它的range裡面大部分都會是... K... X 那... 這邊的話 我想我... 嗯... 應該會是一樣的計畫 bet big 嗯... 它range裡面有一些89 嗯... 但是不是很多 所以我想這邊還是bet 大的size 左下角是standard check call 左... 上角的話應該... 嗯... 它的... OK 這邊有short stacker的話 我這邊應該要選擇 O 所以它剛剛那邊真的是89 不過... 沒有關係 嗯... 如果它的second barrel的frequency很低的話 我這邊可以選擇 Dunk bat 因為我會期待它這邊不太會... second barrel很多牌 那它這個barrel的頻率確實不高 所以我就選擇Dunk bat 包括我的trips還有我所有的draw 呃... 呃... 這個地方它的range裡面會有一些miss draw 呃...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它的... bet vs.missy bet 會不會 很高 在reverse 尤其IP的時候其實比較不會 我想這地方還是一個standard bet 呃... 可以選擇part size 或是... 我想這邊因為7-8重了 所以說... 我希望選擇size 會再... 一怕size小一點點 因為畢竟... 呃... 我們的range都... 它Range沒有cap OK 右上角這個Standard call 這邊它佛很多 我們可以rest 然後它等著Q10 Standard 沒有什麼可以講 右上角是一個Standard check call 所以...呃... 我想很多人都把...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 但是有些學生會把這個門想的太複雜 就是... 好像都要有什麼很神秘的... 招數 很神秘的方法 很神秘的數據 才可以... 贏他們 贏錢 但是事實上你是要對... 整個... 扑克的... 呃... 理解 要有很...很紮實的了解 你才可以... 贏到錢 應該說就可以贏到錢 不好意思 呃... 左上角... Check call 對... 左上角... call跟3 billion接近 我真的選了call 應該是call比較好 應該比較偏向call啦 並沒有接近 左上角的話它的range裡面有些... 嗯... 先用check出發 然後就決定 咳咳咳 如果它... second barrel很少 可以... flow 當然這是非常... 非常偏離非常多的 要有很精準的read 才可以 那... 這邊我沒有 就... check fold 呃... 右上角的地方... back跟check的話... 我想... 在這個ball texture... 呃... 我... 喜歡... check call多一點點 那... 這個會是我的check call range裡面非常... 非常上面的... 那一集 OK 所以基本上這個combo... 會是... Wanna check call twice 然後... Check Decide... revert的那個... range裡面 OK 呃... 我的check call裡面... 基本上沒有任何king high 除了... 用的時候是king queen 那... 我的J block掉一些king high 所以我想這個地方... 再check call一次是... 不錯的 那這邊我會... back for value OK... 那... 主要上角這邊... 會比較建議一個check... 右上角這個地方... 就是check Decide... 大部分的時候... 必須要... fold 嗯... 或是可以check raise 但是... 不是很好... 你沒有block掉... 你其實很難block到... 什麼牌... 如果你有cue的話... 可以check raise 嗯... 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 這個... range裡面大部分的時候... 他不會... 去... bet他的... 40... JJ 所以這張我覺得是個... bet bet 好一點點... 因為... 如果你扣的話... 大碼會有太好... 太好的up... 這邊我會選... check call... 也是一樣在我... check call range上面... 嗯... 當他check之後... 我的... 排力呢... 就... 跑到... 比較... 上面的地方... 所以... 這邊我會選擇一個... get it back for size... 然後... 這個地方... 嗯... 嗯... 通常... 我不會隨便... guide as queen... vs short stack... 那... 這個地方... 35BB... 因為他... fall to 3-bet in position... 76%... 所以... 我會... 期待我這邊可以... 偏離一點fall... 不然... 1-4... 嗯... 我想... 這邊... 他的fall to 5-bet... 也會比較低一點... 這個人... 對... 所以... 我選擇... OK... 如果說... 你是... 專門打... show stack... 然後覺得說... 那邊... 我其實不能fall的話... 歡迎跟我... 告訴我一下... 這個... 嗯... 理由... 因為... 我想... 算起來應該是... 嗯... fall... 是... 沒那麼差的... 因為那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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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嗯... 一點點而已... OK... 這個地方... Standard c-bet... 還是... Size... 的話... 我想... 嗯... 會希望... 大一點的Size... 所以他... call call 3-bet with 7-7... 然後... call這個flop... 然後... check turn... 我覺得他整個計畫都不是太好... 嗯... 67... button pair... 嗯... 他的... turn c-bet... 這邊比較接近... fold... 這邊可以考慮... 3-bet for value... 推上... 63%的... opening range... 那... 決定要怎麼做... 那... 我... 通常更喜歡的是... suti的... 排啦... 因為...suti排... 拿來call... 它的...fall... 會... 好很多... 這邊... 可以... 可以... 3-bet... 那我想它的... 4-bet range... 沒有那麼... 嗯... 我還是必須可以call... 這個... 這個... 4-bet... 因為它的Size很小... 然後... 基本上現在是送到了Nuts... 那它... 是一個... 應該還蠻會... bad... 對不對... 還可以... OK... Stand check call... 然後... check decide... turn... 那它大部分的時候應該會... 放棄了很多... turn的這個地方... 那它當然也會... 嗯... 那它當然也會... 嗯... 那它當然也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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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lands... 那... 我那... 那... GTO RANGE 去做我的 PLAY 所以我不會去說那邊可能還有 SKEY 還有 ACES 當然有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 CALL 如果它真的那麼窄的話 當然在這個當下你會輸 但是如果說這個我改天再做其他影片來解釋好了 就是整體而言你的 STRATEGY 不一定會輸那麼多 OK 這邊要 CHECK BACK 的話 VERY BOTTOM OF MY RANGE 可是你不太能 OVER BED 的地方因為 RANGE 非常 CAP 所以 STANDARD BED 然後這個地方 FALL 剛剛這個地方 CHECK ON TEN EIGHT 沒有什麼特別可以做 NOTE的我想 還算蠻 STANDARD 在 MAG STREET 就像 LEARN FRAME LEARN FRAME FOLLOW 很多 C BAT 然後可以它 我想這個一定是 CALL 這是想要不要 3 BAT 我想 3 BAT 可能比較沒有必要 因為 3 BAT RANGE 會變得太寬 你可以 CALL 這個 CALL 這個 FLOP 然後打 TURN OK 看這個 TURN 怎麼玩 那這個 TURN 的話我想就是 FALL 如果它 BAT 的話 那如果它 CHECK 的話 對上一個 SHORT STACK 我應該會選擇 CHECK 希望大家會 SHOW DOWN 因為它的 STACK SIZE 比較適合來 CHECK RAISE 希望大家會 SHOW DOWN BAT CHECK BAT 我沒有太多印象 它這個 LINE BAT CHECK BAT 的話 我想這邊 我沒有 READ 的話 我應該會跟到 9 PAY 然後這個 6 PAY 是有點 CLOSE 所以我想是 FALL 這一個我想是 C BAT 對上 當然你 CHECK CALL 跟 C BAT 都可以 但是我想 C BAT 的 EV 可能會好一點點 OK 然後這邊就可以做一個 CHECK BAT 這邊就可以做一個 CHECK BAT 這地方剛剛使用 剛剛扣 可以 BAT FOR PROTECTION 那它的 CHECK RANGE 裡面大部分會是 PROCET PAIR 跟 S HIGH 還有一點點的 Q 我這邊它 CHECK BAT 的話 它的 RANGE 裡面的 A 大概是 A 10 A J 然後它 CHECK BAT 那個 TURN 那我這邊應該可以修到 最少它的 9 PAY 那它可能會被 S J 那它可能會被 S J 非常的會 FALL 這邊有 CHECK 我這邊輸給它的 10 10 9 9 7 7 然後 IN 它的 就它沒有被 S J 它應該要 那就沒有 那這邊的話 我輸給它的 S J 不過我 IN 它的 S J 然後我 IN 它的 7 7 如果它是一個 RANDOM FISH 的話呢 我會 CALL 因為這個太便利了 那我順便可以知道一下它怎麼打它的牌 所以 是 S KING 那 這邊可以做個 NOTE 首先它是 FISH 打法 然後 它在 嗯 FLAB CHECK CALL 不是 FLAB CHECK CALL 對 My STANDARD TURN CHECK CHECK 可是 RIVER 它是 BAT 6塊 INTO 大概 3 29塊 大概1 5分之1 PART 所以說 這邊它 寫一下 它 嗯 嗯 它這邊是 MP BREASE BUTTON AS PRE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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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BAT POP HOLD BAT 把這個 BALL 記錄下來一下 OK 如果是 9 OK 那 那 大家可以練習 說 盡量在你自己沒有排局 或是怎麼樣的時候 都要練習 看一下 修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 可以更了解 這邊的人的 打法 更了解你的對手 因為 有時候大家常會想說 嗯 它什麼牌會怎麼打 什麼牌會怎麼打 但是 事實上 普克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所以 有時候你會很意外 說 這個牌怎麼這樣打 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你不用去找 理由 或是譴責它 怎麼這樣打 你就是要去瞭解 這遊戲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樣 然後 去找到一個方式來 來 可以 獲勝是比較重要的 OK 那這邊是一個標準的 CALL 然後 CALL Turn 然後 大部分的時候 Call Reverse 應該是 幾乎所有的時候 OK 包括這個黑桃 應該都是要Call 尤其它應該是一個Fish OK 所以重新打標記 Fish 這個很重的 Set 這個地方 我必須要做一個Seabed 這邊是Call 嗯 我應該幾乎沒有Racing Range 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它 它大部分的時候都會放 我這個地方 對上它的Range 我所有Flow應該都會打 Half Pop 嗯 Skip Seabed And Check Raise 在這邊 嗯 雖然蓋到這個牌很可惜 但是 大部分的時候我應該是不能繼續的 Go OK 這個地方的話 River 如果它會Call 夠多的牌 可是它沒有夠多牌可以Call 除了X High 就像Seabed X High 然後Check 然後Check Call 所以 這個地方的Value其實非常非常的少 不是說我的牌不夠強 其實絕大部分都是In它的Range 但是 因為 它這邊說的 比 這一小的Pocket Pair 都是沒有牌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地方 如果它保護夠好的話 這個Range 這個牌應該是不用換ValueBalueRange 所以Check 這個地方 嗯 因為剛剛只剩1秒 所以我想的不清楚 不過這個應該是可以Bet 應該是可以Bet 像你有October Card的時候 那 這邊Check的時候 它Range裡面 可以說City Connector 沒有Bet 然後它也比較Passive一點 所以我想 你Ace King的這邊 絕大落數是領先的 然後它也不會Fold它的Pocket Pair 大部分的時候 嗯 可以Cobstion Buffer Protection 還有一點點Value 對上它的Fast Draw 還有一些Ace High 那如果這邊Call的話 大部分的牌都會是Fast Draw 跟Pocket Pair 應該不會有一個Racing Range 就在這個地方 OK 那那個Flop 跟Check Call 跟Bet 有點接近 我想我 現在可能會比較喜歡Bet OK 這個地方 是一個標準的3Bet 嗯 嗯 嗯 沒有太多的Racing的時候 這都一定是Call 然後 這Flop一定是Call 然後 這Call大多數的Turn 然後 那 在River 決定 這個沒有太多的Racing 就是Call 這個是Call 那它的CBet 在OOP的時候 Turn會蠻快的 所以說我強 它這邊會CB它所有的Draw 那這邊會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Draw 但是 比較 美中不足的是我Block兩張 黑桃 那 這個也不是美中不足 應該是說 嗯 它在River的時候它的Block Combo會變少 那當然 我的Value Range 應該說我的Equity會上升啦 對上它的某些牌 但是 它在River的Block會變少 但是 這個地方River其實蠻接近的 我不太想要Call到10倍 但是其實我蠻想Call的 因為我的QBlock掉了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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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我這邊的什麼牌會Blof? 我的Mistraw 8-9就夠多了 只有16組 所以我不會希望我Blof太多 這邊有個Fish在這個地方的時候會讓我有點想要扣這個牌 那如果它夠Passive的話我就扣 但它其實沒有那麼Passive 不是很理想的狀況 我還是先選Full 這邊是3Bet 這個牌... 對 我不太會覺得在這個地方 當我有Q10 兩張黑桃 還有兩張Q的時候 那我有8-9off速的 我全部都會Blof 那我這邊的Bet Range應該也沒那麼寬 因為我的X-King會3Bet Preflop 然後我的X-King會3Bet Preflop 然後我的X-10組體有的時候 我的Pocket-Kings、Pocket-Aces都會3Bet Preflop Pocket-10s也會 所以我Valorant應該就會7-7 Queen-Jack 跟一些X-10 所以我想Blof所有的8-9 跟偶爾Blof一些別的牌 差不多 有任何一張沒畫畫都會扣 這個地方我想我做一個比較太Full S.I.Blof在這個地方 QQ非常適合它 要來Check-Coff 比較... 選擇是屬於一個打O-In比較Light的一個人 瞭解一下它的Coco Range 蠻寬的 所以應該會有蠻多的 小的S 在它Range裡面 所以我不會認為它的Check-InRange完全沒有S 所以我不會ValueBeta這個Pocket-Queens 所以我會考慮Check-Coff 這地方對上它的MIS-Vail 我會Bet of Pong with my entire range 7-8-Suit Bet of Pong with my entire range 用一個蠻大的Size 大概3分之2大一點 多一點 OK 這個影片我們大概錄30分鐘吧 所以再打個5分鐘看看 會發生什麼事情 像我的實戰影片呢 如果你期待看到很多 很... 驚人的 什麼Blof Hero Call 我現在 以我現在對撲克的理解 我已經越來越 不做這件事情 不是因為 做不到 我早期的時候都是比較 比較是這個風格的 會在River 做什麼Fallback Bluff 會在 什麼地方 Coff一個 Queen High 這樣子 但是 以我現在對撲克的認識 我覺得 那個並不在我的策略的選擇裡面 大多數的時候 除非說我有 很好很好的Re 所以 我覺得 銀錢的撲克不需要 這個地方我覺得 我的Bassage不能太大 嗯... 它的Range裡面 有些Flush 有些6 那我的一些 台想要Bass for Red 或Bass for Protection 都 不會想要Bass太大賽 所以我剛剛覺得 這一個 Turn 其實 搞不好 Half Pass太大了 因為剛剛在講話 其實Live的影片就是比較 困難在有時候講話 所以 打比較不好 所以 這個地方我覺得 可以做一個 大概1 3分之1 的Bass 甚至是更小 大概15塊啦 15塊 我覺得不錯 OK 這邊我選擇做一個 Limp Call 因為它其實 不太會Fold 給Rest 然後它 Rest 我的 Steel 還蠻 還蠻高的 所以我 會選擇 Limp Call 那 Small Blind 是可以有些Limping Range的 然後你可以 建構一個 不會被Exploit的Range 來Limp Call 還OK 那這邊我Limp Call的牌 然後去Check Call的牌 這邊上會有所有的Pair 所以它應該要去 製造一個 Buff Range 再Turn 然後 我要繼續的Check Call 直到Rebirth 那如果輸了也 沒有辦法 就是 這一把 就是這樣子 OK OK 那這2是很完美的 希望這次不要再 輸了什麼 33 這樣的牌 剛剛有兩個都是 扣了一個 蠻TOP的Range 然後輸掉 OK 所以我們要King Queen 選擇沒有Buff River 蠻意外的 蠻令人感到意外的 嗯 應該要 我想 用一個很大的Size 不過它這次會被我Code 就對了 我想 三桌Zoom的節奏 似乎還蠻 還算來得及講 然後也希望大家跟得上 這個 Flock 嗯 我其實有點想Check 呃 如果它 我看一下 OK 我Check 這一體 我覺得大部分時候我的牌 收到沒有蠻高的 然後 嗯 這個地方其實我可能 打得不好 可能打錯了 我想Bad還是蠻有價值的 而且它的Range 也不太有三 它不應該在這個Board Check Race我太多 然後 我的Bad有一些Value 對上它的更弱的Draw 或是King High 所以 嗯 打得可能不好 對 這邊打得可能不好 我再 回去來 檢討一下 再自我批評一下 再了解一下 說這邊的Range 對抗到底怎麼樣 不過我想Check應該沒那麼懶啊 但是 我想Bad是 我Check跟Bad一定都是 Plus EV啊 只是 嗯 整體而言 我 我會希望 我有的時候 Check的時候 我會 先等一下 我會 做這個Bad 這邊我要希望它可以Col 嗯 Top Pair 不過我還是用一個比較Balance的Bad Size 應該不是Top Pair 我應該希望它可以Pair 嗯 我要說的是 我不希望 我其實是一個不喜歡 我的Range 在 很多地方會 Cab的人 所謂Cab就是 你那邊 一Check 或一Bad什麼的時候 就 喔它的Range裡面不會有什麼 所以 一般的人會 幾乎Bad 所有的Flux Draw出去 那 嗯 我不太喜歡 因為 這樣子 有 嗯 很高很高 三十幾%的機會 你的 Turn或Ribbit 有這種Flux的時候 你的Range裡面都不會有Flux 所以 我 我是 比較喜歡 Check一些Flux出來的地方 那 如果要Check的話 在那樣的 拍片結構 我會喜歡 Check 有Shotdown Value 那 S High 就是我剛剛很好的選擇 所以我剛剛就會突然有念頭 但是 Bad跟Check 都各有它的好處 所以 我應該要 再 做一些計算 想一想 OK 這KK的當作 這會把牌吧 Fold OK 好那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我今天算是用比較 嗯 我認為比較ABC的方法 在進行這樣的遊戲 然後 而這也是我認為所有的新手朋友 需要 去進步 需要去學到的方法 所以 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到我們的論壇 跟我討論 如果你有覺得我有任何地方打得不夠好 或怎麼樣 也都歡迎 提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 一起進步 OK 那我是Ryan Mr.NTd 那 這支影片 先給 FLKPoker的朋友 謝謝大家 掰掰